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开铃铛 感谢你们 好的 来玩这款为美好的世界献葬祝福 那我现在先把音乐关掉啦 因为他现在在唱歌嘛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权啦 那我就先禁印这样子 那这边是公告 9月16号上线啦 那今天是9月17 那就来吧 还在唱喔 先同意一下 还在唱歌 给他下载一下 给他下载一下 那如果你们要用模拟器来游玩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啦 那我刚刚就稍微排除了一下 就是你要 我是用雷电模拟器 4.0版本 好 来看音乐 好 模拟器的WiFi把他给关掉 然后打开游戏之后再把模拟器的WiFi给打开 这样就进来了 我目前是这样解决啦 那不知道模拟器他们自己还会不会有升级版本啊什么的 像一开始我用夜神 用夜神测试也是有出现异常嘛 那我就用雷电 一开始我都是用5.0版本 安卓5.0 但是安卓5.0不能玩 一定要7.0版本以下 OK 大概是这样 那用手机玩的人应该比较不会遇到问题吧 我不知道 因为讨论区现在 我看了一下讨论区啦 大部分都是在讲模拟器不能登录的问题 OK 那这段的货啊 可不可以跳过啊 呃 主要就是 斯巴鲁跟阿库雅 斯巴鲁不是被 不是斯巴鲁啦 那个 这个不是斯巴鲁 讲错了 斯巴鲁是那个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不好意思 前几天刚晚 有点错乱 反正也是异世界 这部异世界我也蛮爱看的 有第一季第二季 动画我看了很多遍 这是Kuzma Kuzma简称Kuzma Kuzma就是混蛋合真 废物合真 他是Kuzma 然后有时候骂他Kuzma 那游戏好像有主打那个全语音啦 都是动画的语音 嗯 第一季跟第二季的Dakunis的那个配音员好像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啦 反正就第一季跟第二季的配音员不一样 可能要再查一下吧 我至少知道不一样 因为听起来不一样嘛 那这几个角色我最喜欢的应该是Dakunis吧 Dakunis 他就是抖M嘛 一个抖M 一个千金大小姐抖M 这个应该是大家在第一季的 第三第四季左右把动画 他们组成一个废材小队嘛 然后就打那个青蛙 然后全部都被吃到那个青蛙里面去 然后就 直直直 黏虎黏虎的 你看这个Life 2D说的还ok吧 就还蛮像在看动画的 有表情 有生动 然后又有语音 呃 理论上会玩这款游戏的人应该都是有看过漫画小说或是动画吧 应该没问题 所以剧情我也不用再多做解释吧 简单说就是 何真就被 要救一个 不知道是要救一个学生还是小女生 然后 就 以为自己被车撞 被那个 拖拉机给撞 其实那拖拉机是走很慢的拖拉机 他好像是吓 吓到还是怎样 反正就被那个阿克雅给召唤到一世界啊 然后 何真就 就决定要跟他一起到一世界 不要什么神兵啊 神武啊 或是什么 超强的 能力啊什么的 阿克雅到了这个 这个一世界之后他没有任何能力 他是一个废才女神 阿克雅的人生他还是这样 那这个大概就是 红魔法服嘛 他一次只能用一发那个 炎爆术啊 阿克雅 Dakunis就是一个抖M的 千金大小姐然后骑士 但是他打不动敌人 命中率大概是0吧 这边继续下载 OK 辅导论配音 何真 加里敦少年 然后这是 羽公天 阿克雅 大祭司 随系的 余生 然后 惠惠 Megumi Megumi就是 高桥 高桥 李 李 然后他是红魔法族会使用爆裂魔法 但是他的爆裂魔法只能 只能用一发而已 然后这是 毛眼阿一 这个可能毛眼阿一是第二季的吧 我记得第一季 好像不是他 他是那个 十字骑士就是一个坦克的 洛顿 他是千金小姐 那斗恩 然后这是一个盗贼吧 克利斯他的 他就交了合真那个steel和那个 这个blind的盗贼技能 然后 把他内裤偷走吧 他出场 出场的大概 半化而已吧 他设定是 跟 达克尼斯是好友 那这个 维之是那个魔王军团的那个 巫妖王 他原本是个人类 然后后来就 大概是被魔王给利用了吧 就变成他们干部 但是他其实就是负责 魔王军团的结界吧 好这个 这个是念绝吧 绝江游依 这几个cv都还蛮 蛮知名的 常听看到 然后这个云云就是 跟那个惠惠是 朋友吧 但是惠惠都 一直利用他 大概是这样 他这个 远远大概是 我还想继续看书 好跳过 介于有版权问题 赶快跳过 通常唱歌都 动画都会有版权 就是 Google很厉害啦 他抓到那个影片 或是音乐 语音的话是还好 他们还没办法分辨说这个语音是 是谁的声音 好先10点抽是不是 哇开场送10点抽 这么好 这个 这个 18就是 18拉戏吧 18拉戏就是这个美好的世界啊 这个 他每次那个动画中间都会 这个 这样子 这是 卡子玛攻击现场 这是大概第1话第2话左右吧 一开来先打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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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亚我就 没什么印象了 好 Crusader Buckmiss 周星 这个 好跳过 重复的 这个是 赛西利 我没什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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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御剑 就是 跟合正一样是从日本转身过来的 然后一个支撑勇者吧 他这个是魔剑 他用这个魔剑之后能力超强 可以灭龙 可以屠龙 但是 跟合正在PVP的时候打输了 然后魔剑被抢走 然后还被卖掉 我没什么印象 OK这个是 达斯特是他们一群酒肉朋友吧 跟合正应该是酒肉朋友 可能有一次他们交换队友吧 就他很羡慕合正的队友都是一些大祭司啊 十字骑士啊 还有大魔法师啊 结果他 交换之后才受到受苦 这个梅丽莎应该是跟刚刚那个是同一队的 同一个小队的吧 没什么印象 好合正三星 坚固了 好确认应该就这样了吧 就是角色他有分类型啦 什么青装啊什么的 有分类不然 角色没那么多啊 然后又要抽角色 这应该是兽人组吧 这应该是兽人组吧 我也不晓得了 这应该是兽人组吧 我也不晓得了 我没什么印象 我没什么印象 好赛斯伊利 没什么印象 我们跳快一点吧 刚刚一直在忙着说话嘛 所以说战斗系统我也没什么 认真看 就那个战斗的画面 他不是有教我们一些怎么点怎么点 好先登录吧 他们这次 可能 搞不好重复了 没有 现在游戏有时候你ID重复也没差吧 因为他不是看你的 看你的你取的ID 他有时候是用你的那个游戏ID 里面有一个 数字 这个是2 4 6 7天是不是 好获得水晶 那公告我们刚刚有稍微看一下 好 就9月16正式上线 9月16的 12点喔 就凌晨喔 那我昨天没有玩了好可惜喔 我应该先玩了 哎真是的 慢人家一天啊 因为我都是半夜玩嘛 半夜晚而已 我白天不太不太有时间玩 我就半夜晚晚然后白天再发布影片 OK他这个 真的跟动画差不多吧 我要点他的话 我就说 我现在要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设定 主页啊 选单 选单有什么东西 设定 我刚刚游戏进来好像都没有用账号嘛 对不对 那画质的话帧率是高 已经高了 然后这边是音量 BGM音效语音然后通知 关闭一下 这边的话我觉得 资料继承吧是不是 看一下 设定ID几密码 这边要继承ID喔 诶那他怎么联动账号啊 我们刚刚进来没用Facebook啊 然后也没用Google Play账号啊 这个待会再来看吧 那我们先来冒险一下好了 然后待会再来把这些界面看一看 先不急啊 我们先看冒险 好 出现冒险 第一张 第一张 我们应该是组好队的啦 我消耗体力 五个这个肉 然后 角色的部分 这边有编 组队伍 这边 推荐编组 他帮我画恶星恶星还有三星 呵呵 换这个御剑 换一个有没有恶星的啦 这边看不出来 已经稀有度啊 哦 把他移过来喔 呵呵呵 就是你如果有同样的角色选了之后他就不能再选了 看起来是这样 阿古雅才一星喔 那么烂 预剑是恶星 他推薦我用预剑 那我不要用预剑 你愿意要用 我就用阿古雅 反应开始而已 先随便玩玩 哦我们是在右边 然后这边是制斗 这个是那个亚赛吧 野菜吧 他们有一期是在打野菜呀 就很好吃的野菜这样 然后这有CD呀绕一圈就可以OK 然后可以攻击 海洋攻击一下 这样 我们好像不能 可以瞄准吗 应该可以瞄准吧 他这边有治疗 就每个角色有技能嘛 然后还有普通攻击 普通攻击 阿古雅攻击 我技能刚刚都上了 OK那几波敌人啊 三波敌人 然后这个加速然后还有auto OK 送我们这个云云 我觉得游戏还不错啊 我可能会继续玩吧 可能啦 可能 没办法如果我玩太多游戏的话 就没办法 有多余的时间去 试玩一些新游 然后有些有时候游戏我没办法 花太多时间玩 就会落后人家的进度 落后人家进度 大家就比较不会想要看嘛 或想要看一些攻略呀 或是一些比较新的进度 或是一些比较新的角色啊 或是比较新的 状况这样 要干嘛 这个是另外一个女神 跟阿古雅一样 她是阿古雅的学妹之类的吧 前辈和后辈吧 就战斗前要看一下剧情是不是 后来有一些剧情 日本尼特 这部比较欢乐啦 跟那个 丛林开始的一世界比起来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一部 就欢乐搞笑就好了 丛林一世界开始的世界 实在是太沉重了 然后主角一直死掉 看不下去 不过我至少看过 一遍啦 从头到尾看过一遍 点第一季 那第二季目前我看到 第六第七话而已 我就没在看 就暂时没看 等它出完我再看 我就不要每周去追 她这个的 就跟巨型一样嘛 这应该是第1季的 第2话第1话左右吧 就是因为她 她很弱啊 一开始只能先打工啊 然后现在那个马棚 棚子里面 马舅里面 推草 产举 残杵 OK 一开始打那个 残杵 对 所以从头开始了啦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她现在一开始穿那个运动服 她还没有换冒险服 她换冒险服装是在那个 打败那些野菜的时候 野菜她换了好多钱 大概一百多萬吧 可能一兩百萬也不一定 他這邊我們先跳過好不好 他這邊有一些蓋藥 看完劇情了 完了嘛 看完劇情了 然後就 這邊得獲啊 難道說還要再看劇情嗎 冒險 剛剛那邊是劇情的部分 劇情也可以看 浮現任務 還在第一張啦 還在這邊 那我就繼續吧 我就繼續吧 然後看怎麼樣 如果還在看劇情的話 我們就 稍微看一下 然後就 來回首次看一下 看一下那些功能 這不是一開始嗎 跳過 把他看過 一隻三 一隻三 左蟹 難道說我要點這個嗎 又回來了 好吧又回來了 他是 一隻一一隻二這樣慢慢解 他會跑到這邊 那我就要點這個 那我先不戰鬥了 我們返回首頁看 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東西 換背景是不是 換背景換背景 這好像是2D的 完全不會動 這個是Live2D會動一下 那這邊是OK 可以設定我們的看板娘 首頁的主角 角色 看來想要換誰吧 我比較喜歡Dakunis 這是整個全畫面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收一下吧 這邊是事前預約的 有沒有一些轉蛋券啊 三星以上 還有四星轉蛋券一張 那就全部領取 OK 然後關閉 然後這邊是任務 新手任務 每一任務 一般任務 期間限定 喔還有掃盪卷 不錯 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還有一個紅點點啊 那個挑戰是不是 先不要 那我們的水晶還是鑽石啊 看不出來 水晶OK 我們有7980 那我來看一下喔 這個可能是鮑月吧 是不是 每天可以臉的大家都是鮑月 然後商店 這個是另外一個魔王 這個是另外一個魔王 呃 部下啦 那個他們的部下 就魔王有好幾個部下啊 幹部 幹部級的 這邊是恢復體力 可以買就對了 好 然後購買 這邊剛剛我們看過了嗎 好像就這樣耶 交換所 我 用一些 遊戲幣 裡面的幣 來換東西 現在我都沒有 用一些這些東西啊 他是說女神獎牌嗎 然後競技場獎牌 OK OK 返回 那 所謂是這樣子嗎 冒險 劇情 角色 育育隊員 我現在用這三隻 man就是我現在用的 喔不對 是 這幾隻吧 man 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耶 主要的隊員嗎 好 後備隊員 有些是可以當相同隊員會遇到後備隊員 好吧 反正他都有教學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轉蛋 呃 10連抽到3000 然後 我現在是 7980 那應該可以抽啦 可以抽個20抽 我先不抽 然後 券的部分 其他嗎 沒錯在這邊 你的那個轉蛋券 3星以上 4星以上在這邊 你就要使用 必定出現4星嘛 OK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玩了 是玩了20幾分鐘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遊戲玩法 嗯 粉絲像手遊 然後橫版的 不是直立式的 嗯 畫質啊音樂啊 然後聲優都跟動畫差不多 還可以 那我可能會 有可能會繼續玩也不一定 好我再看看 看看我有沒有時間繼續玩 因為我還蠻喜歡這部動畫的 所以劇情我都還蠻熟悉的 那這一集就先玩到這邊吧 那這一集就先玩到這邊吧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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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組 我們要不要再看看 全面積極的 的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人